把红糖水倒面粉中,这是我们家一个亲戚,夸这道手艺,在北京一年买了两套房子,我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呀。 做法呢非常的简单,准备一斤面粉,然后再准备大概小半碗的红糖,再倒小半碗的开水,把红糖搅拌融化。 把红糖搅拌融化之后再倒大概三克的酵母粉,放了酵母粉之后再给它搅拌融化,然后再把红糖水直接倒面粉里边。 把红糖水倒进来之后再给它下手揉成一个比较光滑的面团。 揉好之后盖上保鲜膜放到边上发酵两倍大。 接下来准备一点红枣,把红枣给它剪成小粒的。 把红枣剪好之后先放到边上备用。 把面粉发酵好之后我们把红枣直接倒里边。 给它拿出来之后面板上撒点干面粉防粘,给它油搓排气。 再把它搓成长条,然后再给它切成小剂子的形状。 再把它油成团之后稍微给它整理一下,在中间给它切一个十字刀口。 做好之后摆到锅里边冷水上锅,饧发十分钟。 用手按压,有回弹之后盖上盖子,大火煮开之后, 然后再转中小火煲,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了。 煲好之后焖五分钟再开盖。 看一下,非常的松软好吃,喜欢的赶紧收藏起来安排上。 我们下期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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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